开始的话我就先说一下作业为什么打叉打勾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问题 就是上节课有些同学提一些问题会回答一下 那作业点评会放在最后一个部分 作业点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做了作业 你没犯的一些问题可能别人犯了 那你可以就是学习一下采纳一下 如果你也犯了这个问题 那别的同学也犯了这个问题 那你就应该下次就不要再犯了 所以作业是我们上课 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除了我们的理论课之外 其他的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作业这一部分 大家最好不要说自己没有教 然后就不听了 还是要听 而且是非得听点评部分才行 好了上课不说话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给8月私信一下 好我们这边作业的话 打叉的是里面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比较严重的错误 那打勾的话是有一些能够给大家 作为一个比较大的榜样 或者是比较典型的一些作业的案例 我们觉得标准的 或者说是觉得有这个比较好的基础的 然后有比较好的学习的作用的 我们就会打勾 当然没有打勾的就是比较平稳 就是做的作业比较平稳 没有大问题 然后也没有特别经验的 当然也有一些派的还可以 那就是说觉得可能还是比较 没有那么出彩啊 就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基本上没有打勾也没有打叉的 就是没有什么错啊 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我在讲一些打叉的同学的 作业的时候 你们其实也有一些个别的 也会有一些相似的 你自己要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作业啊 不是说你没有打叉 你就是全部都合适 因为大家交上来作业可能都是五六章 六七章 整体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就不会说 然后其他同学我打叉的就可能比较典型的啊 你自己没有打叉打勾 你也要去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作业 也没有犯一样的问题 然后也可能就是没有打叉 也可能是我漏掉了啊 这也有可能 但我都看完了 可能就是当时觉得还可以 不是特别差 就没有打叉 但是如果有一样的问题 你就自己要改过来啊 然后没有打勾也没打叉 同学也有拍的还可以的啊 那打勾的话 我就是选的比较少 所以最主要还是说问题部分啊 问题部分我会答叉的就比较多 然后我们现在先来回答啊 有一个同学上一节课 有一些作业 有一些作业完了之后 有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拍摄时距离稍近便无法对焦按不下快门 但在不同光线下或者是不同物体 同样距离似乎又可以对上焦 请问是光线参数问题还是镜头问题 我能够的三五定焦 我们上节课有讲过就是每一个镜头 它有一个最短的这个对焦的距离 就是你要是短于这个对焦的距离 它就不能够对焦啊 对这个是一个原因 但你说有时候在不同的光线 相同的距离又可以对焦 这个距离你没有 就是你是自己感觉的啊 你没有完全要测量出来啊 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但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光线不同 对焦的难以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在光线不好的地方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对焦的 我们的对焦点是无法判断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对焦的位置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了 不要对在一个纯色块上 对色块也不好对焦 对吧 然后光线不足也不好对焦 所以对不上焦有很多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就是你相机 跟物体距离过短 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光线过暗 第三个原因呢 有可能是你对的地方 没有清晰对焦点 就是说你对的是一个纯色的色块 这个是几个可能对焦 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 侧光容易出现一边过曝 显示器会在过曝区域有黑色阴影 闪烁提示过曝 但是把进光量下调 虽然不再有过曝 但整体更暗 请问如何处理 是否该无视过曝提示 或者加反光板 那这个是我们的光线的部分 就会给大家加强说的 但是大家可以先有个意识 就是说当明暗差异过大的一个 取景范围内 一个取景范围内 如果明暗差异过大 比如说你拍的一个位置就是 左边是一个灯 周围都是黑暗 这样的话 它的明暗程度是 反差非常大的 就非常亮跟非常暗 这个反差量非常大 机器没办法 就是单反相机 数码相机 没办法能够平衡 最高亮的位置 最暗的位置 所以就会出现 同一个素质 不能够满足高光 也不能够满足阴影 同时让它们保留正常的曝光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后面会讲 跟大家讲说 过暗的地方 我们可以增加反光板 对吧 过后或者是过亮的地方 我们可以增加 增加有柔光部 过滤光线 这个我们说 光线部分 就会跟大家讲讲明 第三点呢 明亮的照片 会比较好看 但是在不过暗的情况下 比较亮的照片 又会觉得丢失细节 把亮度降下来 又觉得太写实不好看 该如何处理 那我们对于摄影师 对于过暗的理解 其实都各有不同 每个人对过暗的理解 都有不同 只要我们没有太过于 没有太过于就是 曝光过度的情况下 一般我们有轻微的过暴 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的 但这个度的话 只能是靠个人对 摄影的一个理解吧 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刚刚好的 但我们在点点作业的时候 我都会跟你们说 哪个是过暴哪个是过暗的 但是这个是我的自己的一个观点吧 那你们自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 一个观点 那需要你们多看照片 然后培养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审美才能够觉得 到底是要亮一点还是暗一点啊 第四点拍摄时 在相机显示器里看到的预览 觉得光线还可以 为什么电脑看着过暗 我们之前也讲过的 显示器跟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显示屏幕 那我们相机的屏幕还可以选择亮度 所以说每一个亮度都不是我们最终 能够能够拍出来的一个光线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保留 跟原格式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调节的范围 当然一般我们选就是亮度中等的 那在电脑上面差异不会太大 我们这预计的话也可以在后期里面 可以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 所以不要依赖你的显示器 像你一看的显示器就会差一点 所以看起来比较灰 比较不好看 但是上了电脑之后 其实都还不错 所以说不能够完全的凭显示器 去判断你的光线的合适与否 当然你可以 比如说你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拍摄之后 你会发现尽量能够调到一个 跟电脑屏幕亮度一样的 比如说你的相 你就可以把照片导到电脑上 然后你就被你的相机稍微调节一下 你大概有个概念 就觉得这个是差不多跟电脑相似的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是我们上位同学有提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提前想要转 然后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我们的一个机位 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 但是也是非常基础的 我们所讲的很多基础的东西 就是前面很基础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拍摄里面最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觉得拍摄道具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很重要 当然都重要 我们讲的东西都没有说不重要的 但就其实最基础的东西 反而是能够判断一张照片好坏的 最细节的一个部分 所以请不要轻易的觉得我们现在讲的 比如说白平衡 我们讲的这些光线对吧 这个快门速度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大家觉得买东西好看就拍出来就好看了 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思路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基础 又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只有把它们练习好 我们才有能力去拍主题作业啊 所以说不要轻易的觉得我们前面的作业太简单 每一张作业都能看得出来多少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新的内容 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拍摄的角度 但根据我们上一节课 对于器材的一个讲解 我们知道对焦等等问题 一些基础的相机的一个运用 那明后天我们那边上班了之后 我让别人帮我拍一个小视频 就是相机的一个操作 如果大家对相机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的话 我就录那个视频给大家看 然后包括这一节课的一些重点的一些部分 通过文字之后我们再通过视频给大家讲解 当然文字部分大家也要听清楚啊 不要走神 不要在上课的时候就一边玩手机一边刷微博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 完了之后你又没有时间看回看视频 然后就很多的问题 很多我们上完课说了作业啊 其实很多大家都没听懂 但也不提问 然后我们反复强调这些部分 还是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我会尽量给大家增加一些理解的方式 当然大家也要每个部分都应该听清楚 上一节课就有很多同学 明明我们上课的时候强调反复强调的地方 最后还是会来问我 一样的问题 所以还是你问的问题就 我就知道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听了 所以一定要不要走神 好我们来理解一下合胶面这个概念 我们上节课有跟大家讲 我们在按按相机之后会对焦点会想滴滴啊 然后就是要合上焦了 就对上焦了 完了之后我们再完全按一下 这个叫做对焦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们对焦拍摄有焦点的物体 我们才能够把它拍清楚 那没有焦点的大家对的不是那个焦点 比如说我们对的是A A就会有焦点 B就不会B 如果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焦点 所以说我们称那个没有 如果我们拍A 但是A对好焦之后 我们拍摄完之后 A在照片里面没有焦点 就是模糊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叫做失焦 就跑焦 就是我们想要给它焦点 但是我们失焦了 跑焦了 我在作业里面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作业 就是主体物是模糊的 就是你想拍那个东西 是模糊的 这个就叫失焦跑焦 就是不是我们原计划的一个对焦范围 那失焦跑焦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上一节课我们有讲到第一点就是 我们的画面速度过于低 手抖之后整个画面是模糊的 那个其实叫做画面模糊 整体都模糊了 第二点呢就是你的焦点 其实没有对到A 而是对到B去了 所以其实B有焦点 A没有焦点 那这个也是失焦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 你在半按的过程中 可能手松开了 然后有轻微的焦点 又失去了这个焦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或者说有另外 第四个可能 就是我听别人说 就是超过一定的时间 就是你在半按的过程中 就是第二步 从半按到完全按下的过程中 如果你就是时间量太长 一直犹豫不定 那这个过程中太长 时间太长 也会导致失焦 所以有这种几种可能 所以说我们称有焦点的地方 才叫做有焦点啊 那没有焦点 模糊的地方 我们就觉得它是失焦了 好焦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其实要跟大家解释的是 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们对好焦之后 产生的是焦点 就比如说 我们有ABC这几个物体 那我们对到A 大家觉得那B跟C 肯定就没有焦点了 大家可能大部分人以为 是我们是对焦点 就是我们产生的是焦点 但是其实呢 我们对好焦 其实它产生的不是焦点 而是焦面 焦面就不是单点了 是一个面 就相当于一个平面 就是一个无形的平面 所以说 只要是在这个焦面内的一个物体 它都能够获得焦点 那我们来先看看这几张图片 我们先从上面这张图来看 当我们对焦 我们来看到这几个物体 它的高低都不一样 那我们对焦 如果我对到的是 这是最左边这个锅最高的 大家看到 它除了它的这个锅顶会清晰之外 它会自动的形成一个合焦面 那这个合焦面呢 是跟我们的 基本上是跟我们的相机的 显示器屏幕是平行的 大家看到啊 是平行的 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镜头是垂直的 这个是我们的合焦面 就是我们对好这个 左边这个锅之后 它的合焦面就是这样平的 那如果我们对的焦点是桌面 那正好这个焦点就在 合在这个桌面上面 那当我们对到物体 不一样的时候 它会根据我们的 对焦点的一个位置 产生不同位置的焦面 我们就随便画出了几条 但是中间有上万条 上千万条都有可能 那我们看左边这张图 这个叫做平拍 那我根据我们的合焦面原理 啊 我们看到 我们对好焦之后 如果我们的焦面是在 我们对好的是 锅顶上的这一个小圆点 那它的焦面就是 大家说的 跟屏幕是平行的 对吧 是平行的 那这个我们在平拍 所以它平行之后 它又跟我们的桌面是垂直的 所以说 它有焦面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样一个垂直的一个范围 那前面如果有物体对好焦 那前面这个 那这个中间 它其实也有上万条 上万个焦面 所以我只是单独的列出来 它的焦面 就产生在这个位置上 都是垂直的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屏幕是平行的 跟我们的相机轴是垂直的 那如果我们是斜拍呢 一样的我们和焦面全都会跟我们的 显示器的这个屏幕大致的 在一个平行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其实产生的是一个焦面 而不是一个焦点 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锅 那如果后面还有一个锅 那后面这个锅呢 它就不会在这个焦点上面了 那它就是模糊的 所以说我们先拿 我们先拿右上角这个图来说 它们高低各不同 所以说越离这个和焦面越远 它就会越模糊 离和焦面越近就会越清晰 当它们也同样在和焦面上的时候 它们也一样能够得到焦点 懂了吧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斜拍的时候 大家发现和焦面比较特别 尤其是我们拍镜物的时候 或者拍立体的物体的时候 什么叫特别呢 大家看到如果我俯拍的时候 如果我对的焦是在桌面上 那我整个桌面的东西 如果都大致在一个 比如说都不是这些锅 都是椅圆盘子 那大家知道盘子的高度 其实都不是很高 都差不多一样 那这样的话 我其实它的一个面 就比较 能够有焦点的面就比较 范围比较大 一样的 我们在平拍的时候 大家看到 如果我对的焦是锅的侧面 那整个锅的侧面都会很清晰 但是如果我一样的就是拍这个锅 那大家看到它清晰的范围非常的小 就是说合胶面跟物体相较 相较的地方就非常非常少了 这个我们一会会详细的说 那大家知道 这几个不同的拍摄 在斜拍的情况下 它的合胶面是斜的 所以它跟我们拍实物的时候 拍立体的物体的时候 它的面就不是像其他的物体那样 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范围 但因为我们看到上面这些 它可能一个面设计的地方就比较多 对吧 跟物体相较的位置就比较大 但是如果我们斜拍的时候 它相较的位置就比较小 相较位置比较小 那就会导致什么原因 导致什么问题出现 就会导致我们清晰的范围变小了 对吧 只有在合胶面上的物体 它才会是清晰的 离合胶面越远就会越模糊 这个就是我们合胶面的一个原理 所以其实我们最好胶之后 产生的不是胶点 而是胶面 凡是在胶面内的物体 都能够获得胶点 那远离胶面的 那就越远就越模糊 这个是我们合胶面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合胶面的原理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理解不同的机位 不同的机位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机位去拍这些物体 所以我们这个理解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页 拍摄的一个机位 就是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大的角度 所以我们第一个角度 叫做辅拍 我们辅拍的运用比较广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辅拍的时候 合胶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刚刚我们有简单的介绍过 那我们根据合胶面的一个原理 那我们在桌子上面的 我们辅拍对吧 辅拍就是上面这张图 就是辅拍 镜头是垂直于桌面的 很多人的镜头 不是完全垂直于桌面的 那这样的话 出来辅拍的一个状态是不够标准的 所以你一定要在辅拍的时候 观察你自己的 这个 或者让旁边的人给你观察一下 你的镜头是不是垂直于桌面的 或者大致垂直于桌面 因为我们的习惯性于斜拍了 那我们在辅拍的时候 得不到非常正宗的一个辅拍 所以问题就会有很多小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根据我们合胶面的原理 那我们的俯拍的时候 我们变好焦 那它的一个合胶面 就相当于 跟桌面也是平行的 那只要我们 这几个物体 它之间的高度差不是特别大 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都能够把每一个物体 都拍摄的相对来说 比较清楚 所以大家看到 像盘子比较矮 那花生部分 可能就稍微没那么清晰 所以说它也是因为 合胶面的一个原因 当然我们还是能够看得清楚 不同的一个物体的位置 究竟是什么 所以它俯拍 根据我们合胶面的这个原理 它能够把同一个平面内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拍食物 同一个桌面上的东西 都能够拍摄清楚 因为它们都比较接近于合胶面 所以说它比较合适于 去拍一些食物的组合 或者是多种食物的搭配 当你需要说 我把每一个物体 我都希望它形成的是一个 相互配合 相互衬托的一个作用的时候 都希望打开拍的清楚 那你就必须得用 俯拍去拍摄这个 你要拍这个物体 那这个俯拍呢 也是我们比较 容易拍摄的一个机位 比较好学 但后面我们会细分 有一些要注意的俯拍的一些事项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使用俯拍 就是因为合胶面 它就大致是跟桌面是平的 那只要我们的餐具高低 不会有特别特别高的 就是差异过大的 那基本上它都能够有一个 比较和谐的状态 那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桌上放一个花瓶 上面插一只花 那这个高度差就会很大 当我们对焦 你以为我们对的是花 那下面的食物就是模糊成一片 因为花很高很高对吧 那它的合胶面就比较高 那食物远离它比较远 所以它就非常模糊 那如果我们对的是食物 那我们的画面里面就会有一坨 比较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 顶在我们的画面上面 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会在视觉上面 有过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是过大的一个虚化 对我们的画面不和谐 会影响 所以说我们一定切记 不要在食物太高的位置放一些遮挡 我放一些朦胧的 大家觉得朦胧的东西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就是我们的俯拍 就适合拍一些多种食物的搭配 或者说是你对于一些辅助搭配的物体 你也想表达它 希望别人能够看到它 那就是要用俯拍去作为它的主拍图 第二个叫平拍 平拍 大家有看到前面两张照片 左边这个叫平拍 平拍就是大致的跟被拍物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不一定是完全水平 它可以有往上调节 但一般我们没有往下调节的 就是说你的肌位不应该比主体物更低 这样你就变成仰拍了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平了 或者是往上再调节一点点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平拍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 我经常会拿儿童摄影 或者是一些 人的眼球的一个视觉来做个比喻 好比可能你们现在身边都有杯子 当你们的杯子 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的时候 比如说我拿矿泉水瓶 或者拿一个目前 其实像我们现在画面里的这个瓶子 如果你把这个瓶子 你这个不规则的一个物体 放到地上 然而你是站着的 但你在看它的时候 其实抛开我们人脑给我们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其实不知道 光从眼睛看我们是无法判断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状的 如果你知道是因为你看见过了 你大脑已经存有影像了 所以说你如果用俯拍的或者斜拍的 就是不是跟它在一个同的水平面上拍摄的这个杯子 给别人看 你让它猜这个是什么形状 那如果它以前见过类似的 它可能会猜得出来 如果它没有见过类似的 那它可能就猜不出来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小的物件 它有一个特殊的形状的时候 如果你跟它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那样才是能够最好的看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态的 那如果你把它放到地上 或放到头上去 高一点的位置 那你都无法去判断它最准确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说小孩也是一样的 我们拍摄为什么要蹲下来 为什么要跟小孩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那其实为了就是能够能够展现小孩的一个和谐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形态 一个身体的一个比例 对吧 那如果我们总以大人的角度去看小孩 那我们可能看到的可能就是头大 然后身子小 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用平拍 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去表达一些比较有形态的 比较有特殊形状的 或者就是这个形状是你的这个食物最经典的部分 最吸引人的部分 我们就需要用平拍去拍它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视觉状态下 才能够看到最漂亮的这个状态 这个最漂亮的这个形状 第二点呢 是我们所刚刚刚所说的这个合胶面 那只有在我们平拍的时候 合胶面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物体这个切面 从合的 那只有它从合这个部分才会有焦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用的是斜拍 那它就跟食物相交相切合的部分就非常少了 比如说我们这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个干我们那个瓶子 那香蕉的部分就非常少 比如说你用斜拍拍的时候 你对准它的那个杯口 那比如说相机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拍的时候对焦点 那可能对焦的位置就在这一条斜线上 那只有这一部分是清晰的 它不能够满足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只有在使用平拍的时候 只有当合胶面跟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物体的切面 是重合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物体表达清楚 所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如果我们拍这个食物 它的这个形态这个高度这个切面 是你想表达的 是这个食物最漂亮最该去表达的部分 那我们就必须用平拍 第一个是因为只有在平拍的形态 才能最好的表达 第二个只有平拍它的切面 才会跟合胶面重合 才会有清晰的焦点 就是这两点 所以说这种类型的食物 或者说净物有什么 我们的鲜花 插花 插花 手捧花 对吧 然后还有 饮料 最常用的就是用平拍 只要是高的 而且这个高的部分又是你想要表达的 都是应该最优先考虑的是平拍 还有蛋糕的切面 对吧 切面 凡是切面 大理事切面 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觉得切面好看 那就是应该要用切面去表达它 对吧 所以像我们蛋糕卷 优先考虑拍摄的是什么 当然是蛋糕卷的切面 你拍蛋糕卷的顶部有什么意义吧 我们最好看的蛋糕卷 最好看的部分就是它卷起来的螺旋 还有蛋糕卷里面的这个食材 奶油水果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肯定要用平拍去拍摄它 当然你可以拍其他角度 但是我们说是优选 优选最合适它的角度 就是应该是平拍 所以大家要记住平拍为什么 什么时候使用平拍 为什么使用平拍 所以找到最合适 某种食物最合适的位置 才是我们这节课要去考虑的 你拍这个食物 你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你是需要表达的是一个整体 像我们如果我们刚才说的是俯拍 如果我们拍就是俯拍 如果我们这个画面用平拍来拍 就不合适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在俯拍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清楚碗里面的食物 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平拍 那食物露出来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表达的是碗了 有时候对吧 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表达平拍 有什么时候需要表达俯拍 当我们拍摄的时候 要考虑的是食物 它是它的最主要表达的那个面 就是你想要表达那个面 是一个平面还是一个垂直面 就由这个去决定 所以这两点呢 是我们常用的 然后又是非常容易去把握的 那我们会有一些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同学在平拍的时候 凑得非常非常的近呢 这个是很多同学做作业的时候 比如说你们回去做作业的时候 肯定会拍一个杯子 好了这个杯子吧 整个就把整个照片顶满了 而且每个照每个杯子都显得非常的大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物体显得非常的压抑 非常的大的时候 那就证明有可能你的相机的机位太偏下 太偏下我们就是一个仰拍 大家会觉得这个物体它是居高临下的 会让人感觉到压抑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们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要注意规避到这个问题 好左右两张呢都是一个平拍的一个案例 那左边跟上面这样的图 其实是一样的 它表达的是 一是杯子的这个形态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饮料 里面的一些材料 一些内容 就是它需要表达的 左边这个也是 嗯 饮料它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或者是里面的一些内容 柠檬啊 柠檬片啊 明天香啊等等之类的 香茅啊 大家知道 那它就是这个部分最吸引人 那我就需要用平拍去表达它 右边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 可能就是蛋糕啊 蛋糕把它用架子拖起来 那我们如果抛开摄影的概念 我们自己在 嗯 现在做蛋糕的这个过程中 很多人喜欢把它拖起来 为什么 一整个蛋糕 嗯 始终会觉得有点 嗯 有点方方正正的 啊 就是不够灵巧 所以我们用蛋糕拖拖起来之后 哎 这个东西它可能就变 变轻了 变轻盈了 变精致了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 在形态上变好看了 第二个就是让整个的架空的感觉 对吧 所以它整个会给别人的感觉 会非常的轻松 嗯 不会觉得是那种 接触啊 就很接地的这种 这种 有点 敦持的感觉 所以我们还原到摄影上来说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种感觉表达出来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运用到这个托盘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感觉和一些好的部分 我们在摄影上也要表达出来 那如果我们用俯拍 我们用斜拍 那可能我们这个蛋糕拖的形态就没办法表达出来了 如果我们用俯拍 那我们的这个环境就是圆形 对吧 那如果我们用斜拍 那可能下面的这个也看不见 你回去试试就知道了 可能下面这个木 木质的部分 它就是墩子部分 它也看不见 所以说只有我们在平拍的状态下 才能够感觉到它是一个被架起来的 是一个架子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要游击到一点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拍摄 呃 杯子的这个问题啊 太低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杯子哎呀 要倒下来了 然后又是那种压力的一个感觉 这个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的肌位太低 现在我们的整个肌位啊 就基本上是跟蛋糕是一个平的 但是如果你太低了 你跟蛋糕拖是平的 就会造成什么感觉 就像变成就是下面那个拖会变得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被表现的越来越好了 我们说了 我们的肌位跟什么物体在一个水平线上 对它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表达 但如果我们在跟蛋糕拖是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 那对蛋糕拖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表达 就蛋糕就不是了 那整个 然后蛋糕就会感觉是很压抑 就是在画面里面显得非常非常的压抑 往我们的这个画面上 啊 砸过来 就是会堵死我们整个画面的质感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拍蛋糕拖 或者是任何类似的东西的时候啊 拍蛋糕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 千万不要过 让你低 但是不要低到 让这个下面的部分显得非常非常的笨重 当你下面这个地方 反而成为画面最抢眼的部分的时候 就证明你的这个照片里面主体被削弱了 你的肌位过低了 我们表达的不是蛋糕拖 而是表达的是蛋糕 所以一定要注意肌位的原因 高一点低一点 会对整个照片的感觉是有所影响的 不信你就可以试一试 在不同的一个高度啊 比如说你上面对的是 你跟这个上面是一个位置 中间是一个位置 下面是一个位置 再往下是一个位置 你就会发现 那跟蛋糕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好看的 这个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尝试的去看一下 不同的一个位置 对于我们这个的表达 当然如果我们在有一些装饰物的时候 当然如果觉得你上面的装饰物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可以调节成为斜拍 但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整个形态上来说 也是表达不够的 就是说可能就有不同的表达面 比如说你现在表达的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态 当然你可以在拍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斜拍的时候 整个蛋糕的装饰物 跟蛋糕的一个一个连接一个配合啊 所以说我们拍照片可能不一定就是只拍一张 但是整个照片它总有一张是最最漂亮的 最合适它的 那我在看作业的时候 我也只会看这一张 比如说你拍了十张 我就只说其他的不好 就只有这张好 我只会考虑最优先考虑的一部分 因为我毕竟要知道 要让你知道这张照片 这个蛋糕里面 这张照片是最完美的 最合适的 当然你 只有你明白这一点之后 你之后拍一些细节 我都无所谓的都可以拍 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哪张是好看的 那你就乱拍 就是你不出片了 你就是一百张里面有十张好看 那有什么用呢 对吧 你就会花很多很多时间去拍一些不用的照片 当你有意识有概念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最好看的一个面 作为主拍 然后完了之后 不同局部不同细节 给它来一些特写 这样就OK了 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有效率 我们有意识的去拍摄 这个才是会拍 而不是说你拍了一百张好看 就一张碰到了 就只是碰到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第三点 第三个机位 第三个机位呢是斜拍 前面两张照片有 这个就叫斜拍 就是大致处在于一个45度角的位置 当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45度角 根据我们要表达的这个餐具的形态 然后表达的这个面的大小 我们可以上下有一些调节 但是会有很多很尴尬的问题 有很多同学就是 很接近于普拍 又很接近于平拍 这个就叫过了 就是你在调整这个区间里面过了 比如说垂直是90度对吧 那你可能都已经到80度了 这个位置是很尴尬是不好的 然后如果比如说平拍是0度 那你就接近10度了 这也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在45度角 左右位置 比如说 30度 60度之间 这个位置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 当然我们现在给你划分了一个角度的概念 是因为大家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类 那当你的思维你的拍摄的理念成熟了之后 其实我们就不存在于说什么多少度多少度了 我们就存在于我们只是根据画面 根据画面根据我们要表达的这个范围去进行调整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大致的到底是平拍 副拍还是斜拍 我们其实这个也是会有概念 只是说不会有那么详细的 大家说多少度多少度的这个样子 那跟我们前面两个机位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前面两个就是讲的 我们要表达的是横切面呢 还是垂直面呢 对吧 我们会根据这个去选择平拍还是副拍 但斜拍没有 它前面没有说合适什么样的食物 但斜拍呢 它是能够有利于去表达空间感透视性的 那我们前面两部分 比如说右边这张图 还有这张图 还有这张图 大家其实看到它还是比较平面化 就是说它的空间层次比较小 它的背面都是一块平面 这种我们就叫做比较平面化的 空间层次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它就是平的嘛 平拍也是平的 辅拍也是平的 只是平的方向不一样 对吧 那如果我们是斜拍呢 我们就会发现它会有一些线条的延伸感 然后还有一些 嗯 参具它的一些大小的差异化 比如说 越接近于像头 镜头的 它就会显得越大 越接近于 就越远离镜头的 会 越小 啊 这个就叫 我们的空间上啊 就是一个透视 前面大 后面小 对吧 这个是一个透视 所以它是有利于表达一些空间透视性的 就不会 可能更丰富一些 啊 不会那么平面化 就跟前面的几种风格不太一样 啊 那 它同时呢 能达到一个 啊 就是 它也可以表达组合 比如说它现在有很多东西 对吧 也有ABCD 但它会 它在表达于整体氛围的同时呢 又可以 着重的 表达 某一个部分 啊 跟前面我们那个 腐拍不一样 腐拍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部分 我们可能看的都比较清晰 但如果我们 大家看到啊 根据我们合胶面的原理 它的核 跟它的食物部分 跟胶面相切合的部分 就非常少了 啊 大家可以就是 模拟一下 这个相机 可能就现在就是你的这个 做直之后 这个相机就是你眼睛那个部分 那 模拟一下你的相机的这个 平面 然后模拟一下它的这个 合胶面的位置 可能 就这一部分 是在胶面相吻合 相重叠的部分 所以说 后面的部分 越远就会越模糊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斜拍的时候 会存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合胶面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就同时能够 着重的表达这一部分 那远离它的就会模糊 啊 那模糊的部分 我们就看不清楚是什么了 啊 那它 还是就是它能够 啊 有这种相互配合 相互衬托 啊 但是它 只表达的是一个主题 就表达的是这个主题了 跟我们前面俯拍不一样 我们前面俯拍相互衬托 相互搭配 但是彼此之间 它的这种反差没那么大 就是说它们的清晰度 表达的概念 其实都还蛮相近的 那这个的话 表达的主次就会更加明确更加清楚 所以说我们斜拍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能够得到的一个好的一个东西 是一 可以有一些线条的延伸感 让这个空间更加立体 啊 可层次更好啊 层次更多更丰富 第二呢 它在能够相互配合的这个整体 环境烘托的时候 它还是能够突出某一个重点啊 这个是我们跟前面有一个表 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分啊 那这个呢 就是表达的是一个 就传达的是一个感觉 传达的是一个立体感 空间感 透视性 还有主次 啊 这个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 它的合胶面 斜拍的时候 合胶面特别的小 所以我们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使用光圈 啊 不要使用大光圈了 这种情况下 光圈一定要调到小 小到五六七八九都有可能 啊 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光圈是合适的呢 看你的这个碗里面的食物 你想要表达的这个范围 是不是都表达清晰了 如果你的清晰的范围就那么一点点 那其他都是模糊的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业余 不专业的一个表达 商家肯定不愿意我好好的一盘食物 你给我拍出来 就一根葱是清晰的 那我请你来干嘛 对吧 所以说不应该就是 用特别大的光圈 新手呢都喜欢使用大光圈 觉得 哎呀 朦胧美 对吧 虚化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食物摄影来说 如果你连你要表达的物体 都没有拍摄清楚 那就跟你要表达的一些意思 你写了一长段文字 然后结果只有一句话是重点 那你写那些其他的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所以说我们写文章 也是就是这样的意思嘛 你写一千个字 你可能有两三百字 可能都是在烘托在衬托在铺垫 嗯但是剩余的七八百字 就是你所传达的中心概念 但是如果你一千个字里面只有 一百个字是重点 那其他全都是废话 所以我们在写拍的时候一定啊 记住就是光圈这部分 一定要记住光圈这一部分 然后 斜拍会跟大家讲 斜拍 因为我们是斜拍嘛 所以跟我们的斜拍 平拍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分 那什么区分呢 我们平平拍的时候 斜拍的时候 那大家看到啊 虽然说他 他的他的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镜头 那如果你的是接近于广角的镜头 那四个角就会被拉伸嘛 如果你的有很多物体啊 都比较靠近于四个角 那变形会很厉害 就是越广越厉害啊 就越广越绝心广角越厉害 但因为我们的主体物可能都是居于中中间范围 所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相对于斜拍来说没那么严重 平拍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平拍 然后你周围有一些物体 那它被拉伸的也会明显 但是最明显的是什么 最明显的是我们的斜拍 最明显的是我们的斜拍 比如说我们有杯子啊 有物体啊 这个杯子可能就往外倒 往左倒 往右倒 你的这个主体物如果接近于左边 接近于右边 太接近于左边 太接近于右边 或者是太接近于左下角 右下角 它就会被拉的就不圆了 那我们来怎么判断一个圆还是不圆呢 如果我们拍照的时候不一定构图的时候 不一定就把物体都放在中间 那可能放在右边 可能放在左边 但是每一个拍摄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 不要因为镜头的广角原因 被拉伸 被拉伸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嗯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 是基本上是比较圆的 那我们怎么看它是没有歪 最左边的这个点啊 连接最右边的这个点 大家看到我连起来是平的 它就正好是端正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啊 像这个是用三五的镜头拍的 那大家看到 后面的这些接近于角 角落上的一些照片 那些碗啊 全部倒了 都倾斜了 怎么看它倾斜了 如果我这边是最最左边的一个点啊 我现在看不见啊 但连接起来之后 跟最后最右边的一个点是连接不到一起的 就是我们这个圆最右边的一个点 我们现在模拟这个弧度啊 这么转过来 那这个点应该在上面了 那你上面这个点连到下面这个点 发现就是斜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看你拍出来的这个斜拍 这个碗立体的碗是不是平的 那你要连接最左边的一个点 最右边的一个点 好 那这个呢 是接近一圆 但还不够 那这边应该往再往下一点点啊 但这种情况下已经可以合适了 但像上面这张图呢 就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颠簸啊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判断我们在斜拍的时候 立体的碗 碗口 或者整个碗是不是歪的 被拉伸的 被激变的 我们就要通过什么去判断 通过我们碗口的这个圆 最左边的一个点 跟最右边的一个点连起来 如果是平的 那它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状态 如果越不平 它就是被拉伸的越严重 啊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镜头 四个角 它都会拉伸 因为接近广角的情况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 就是50以上的 啊 虽然我用100 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 这种畸变 因为它不会有广角的一个产生 好 所以说我们斜拍啊 它是三个 三个机位里面是最最容易出问题的啊 因为刚才说的 因为我们的广角的镜头原因 会倾斜一些倾斜 另外呢 我们对于摆放的时候 对于摆放的要求 可能也会比较高 线条多吗 因为空间层次多了 我们这些线条 空间感 丰富了 那对于你的摆放的能力 它是有相对应的一个要求的 所以就比其他的两个机位来说 要稍微难一点点 好 这个就是我们三个大的机位啊 为什么要用这个机位 什么样的食物适合这个机位 我们没有说啊 那拍食物最常用的是什么机位 啊 没有这个回答 就是每个食物都有它最适合的一个范围 有些适合斜拍 有些适合平拍 有些适合俯拍 这个都有可能 当我们在摆每一个景的时候 其实 不是我们摆好之后 相机去捕捉机位 而是说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们已经 画出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照片我摆的时候 就是以斜拍的方式 斜拍的一个画面 一个理想图去摆出来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 斜拍的画面 不能够直接转换成斜拍去拍 也不能够直接转换成平拍去拍 因为它们的空间层次 它们的间隙 在不同的位置上 呈现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们拍摄的时候啊 比如说我在拍这样图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以这个 就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片 所以我就摆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方式去摆的 那如果我换另外一个机位去拍它 那我可能要重新去布置 它是不能够相互转换的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也不应该要花太多的时间去 找七十二变的角度啊 我们拍摄永远都是正机位 什么叫正机位呢 正斧的 然后正斜拍正平拍 大家看到这些都是方方正正的 它没有说我一个照片 我要你有不同的角度去给它拍 没有的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说你拍的这个照片 到处跑 以你的桌子的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你现在大家可能都是在电脑前面 对吧 以你的这个位置去进行拍摄 就是平着正着 然后不要歪着身子 不要站在桌子的另外一边 不要站在桌子的侧面啊 不要歪七八扭 不要颠三倒四啊 不要横七竖八 就是正的 就是现在已经在电脑这个位置啊 你的相机端正端平啊 也不要把相机横七竖八的放啊 头也不要歪 身子也不要歪 就是正的 最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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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机位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机位啊 其他的那些角度都不要出现 如果我后面注意有发现 有些同学歪着拍啊 斜着拍 然后还电脑倒四的拍 我的一眼都看得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这几个机位都是很平的 很平整的 当然我们会有这个斜面拍摄啊 就是就是侧面拍摄 这个我们是有另外的要求 啊他有一个要求 一会儿我们就会讲 什么样的 才叫做侧面拍摄啊 我不是说你随便站 就是侧面吗 好 这个是我们三个大机位啊 然后大家关于这个部分呢 现在可以提问了 没问题吗 还是被禁言了 你看大家老是喜欢问这种问题 多大光圈合适呢 刚刚我就说了 五六七八九十都有可能 那具体是多大的光圈合适 我们都说了 根据你的食物 要表达那个面拍清楚了 它就是最合适的 所以没有什么说 什么样是最常用的 什么样是最合适的 啊 只有把你要表达的东西 表达清楚了 才是最合适的 嗯 距离不够 那就是给它增加距离啊 这个有什么办法 梯子放地上 啊 都是办法 怎么看拉伸 怎么还是不懂啊 我们来 来看一些 同学啊 地界学员的一些作业 好我们看班长的啊 我们说 斜拍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圆形 对吧 碗口肯定总是有圆形的 如果现在大家现在看 班长的这些照片 它是嗯 表靠左的 所以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被拉伸 那怎么看被拉伸呢 整个圆形的最左边的最左边 跟最右边的一个点 把它连起来 如果不是平的 它又是斜的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平拍的话 是不是在同一个胶面都是清晰的 光圈会有影响啊 当然了 就是比如说我刚刚那样图片啊 比如说我这个光圈3.5 那如果我光圈用1.1.8呢 那就是下面这个地方就会更模糊了 啊 这个就是光圈也会影响的 同样的一个东西 同样的物体 那当然是光圈越大 它的 它那个清晰的范围就会越小 就是景深就会越小 就越越远的地方就会越模糊啊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的 辅拍是不是也要用小光圈 辅拍我们拍实物的话 其实用小光圈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喜欢用大光圈 所以拍出来的实物其实都是不够清晰的 包括我前期的一些作品都是太过于模糊的 但是我们其实最最好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把实物拍得清楚 所以辅拍能够把每一个部分 就是你的主体部分拍摄清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小光圈我是建议是使用小光圈的 如果你是已经切掉了 那肯定是要脑补 如果像这张图没有被切掉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最左边的这个点 跟最右边的这个点点起来 像这些没有被切掉的 它就看得出来是平的 那如果像这种被切掉的 那你大概的你就要知道 它弯出来之后在哪个位置 像这个的话就稍稍的有一点点 往右下角倾倒了 就会有 当然因为镜头原因 主要是你偏边了 那肯定都是会有一些倾斜的 除非你的相机没有 就是比如说100的焦段 那可能这种效果会 就被拉伸的这个问题会比较小 这个是复拍了 怎么样才能对焦 对到要对焦 对把你相机里面那个红点 对准你要对的物体 但按快门就对焦角了 平拍的时候 比如说第二张那个瓶子 会碰到问题 就是我在这个高度会合适 和我距离的 和距离我们的拍摄 我多远是合适的呢 这个跟构图有关系了 就是我们构图上就会说 不要让照片顶得太满 这个构图上 所以我们对画面的一个大小位置 在后面的比例上 我们会有一个介绍 先要知道它的一个机位 重要重要 最接近于中心焦点的位置 肯定是最清楚的 因为你说 食物它的形态高低不齐 所以说它接近 但是它不能够完全在一个平面上 除非它是一张桌子平的 它是一张尺是平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食物它不是平的 我们的食物 哪怕它是在同一个焦面上 接近一个焦面而已 比如说我们这张图 这些肉它都是高低不齐的 我们只能说在这个光圈内 它能够表达都比较清楚 但是如果你的光圈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对到 越对到一个位置不一样的物体 那其他的物体它的模糊程度 只能是反差越来越大 模糊的会越模糊 清晰的会越清晰 就清晰范围就缩小了 所以说我们 虽然说我们在某一个光圈值上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小光圈 比如3.5 4.5 5.6 对吧 这些我们还是要对到最要最重要的那个点 因为它才是最清楚的 其他的地方虽然也清楚 但是它只是说它接近于 接近于这个合焦面 它接近于合焦面 然后这个光圈不算是特别大 所以它也能够拍得比较清楚 但是说最清楚的按道理上来说 按部理学上来说 还是我们对象交的那个位置 所以不能够乱对啊 机位不变 只要是同一合焦面 不同的光圈都是一样清晰的 只是旁边的模糊程度不一样吗 对对 模糊程度不一样 比如说我用3.5 我比如用我用1.8的 可能就中间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那旁边呢就会慢慢的变模糊 那我用3.5的 那这个范围是清晰的 旁边的就模糊 如果我用比如说20之类的 那可能整个都清楚的 所以它就是清楚的部分 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根据我们的光圈 老师对焦点是可以根据主体物调整是吗 就是对焦点就是你要拍的那个物体上 就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对焦的部分 3.5不算是非常小 3.5 4.5 5.6 这个可能是比较中等的 那小光圈我们可能一般用到七八九十啊 差不多了 食物一般我们在10以内 嗯就通常啊都10以内 但是不一定啊 这个东西不一定 就最终还是靠我们眼睛去判断我们食物的部分 我们不是说食物必须要用小光圈 而是说我们食物要去拍清楚 我们要拍摄的那个部分 这个才是最终的标准 可以根据主题移动调整 嗯 不太清楚啊 不就是我们要拍哪个东西就对焦哪个物体吗 嗯 嗯所以是说让你们把焦点都要中间啊 哦 啊 懂了大鱼的这个问题懂了 我们 之前让大家把焦点放到最中心来 一会儿我们就跟大家讲 为什么放到最中心啊 啊永远设置在最中心 好这部分你应该都理解了吧 刚刚有过问题的不理解的 就是说还不是特别清楚啊 好那我就借点水喝啊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来讲一下啊 我们讲完大的一个位置之后 我们来讲一些小的位置 就是我们在小的位置的时候拍这些机位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问题啊 左边这张图啊就插个话啊 就是左边这张图呢是我用最基础的器材拍的 其实到现在看我还是很喜欢 用个450D啊 那应该你们现在没有几个人的相机比我还差了 有些比较好 450D跟501.8拍的 右边的是351.4拍的 但光圈当时用的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拍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当然这些都是随便拍 右边这样是随便拍一拍的 所以可能当时也没太注意 所以大家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 像我35的镜头也变形 在拍这种立体的写拍的时候问题就很大 就拍出来的这种状态 你看左边立体感非常好 右边立体感就被拉伸被扩大了 所以说我们说用越远焦段的镜头呢 能够表现小物体是越精准的 那现在我用的100拍出来的照片 就给大家看一下 用100拍出来的照片 就会完全不太一样 好像这些都是用100拍的 你就会发现直的很直 物体的立体感 然后空间的层次都表达的非常的非常的好 这些都是武林 这个好像 这个也是要100拍的 这个也是100拍的 然后 这些小的物体 大家看到立体感非常好 即便非常的小 这些表达小物体 就非常非常的合适 对空间来说 所以会有差别的 当然尤其你用的广角 比如24啊 18啊 那些非常恐怖的拍出来 整个就是被放大 然后整个空间都非常的奇怪 好我们来看一下拍出的一些机位 第一种机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方方正正的 就现在我们都是对了电脑 对吧桌子 现在我们是正对的桌子 那现在我对了电脑 这个我们就相对来说 就称它为正面拍摄 对吧 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正面 因为我们的房子的房间都各不一样 对吧 我们只能说以我们拍摄的这个桌子 拍摄的这个面对的墙面来说 我们现在就叫做正面拍摄 正面拍摄有很多情况 第一种是有水平线 第二种是没有水平线 没有水平线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在地上拍 那地上就没有什么线条 那如果我在桌子上拍 桌子不是有个桌边吗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对面的桌 这个桌子上 在我们对面就会有一根线 那个就叫做线 那还有什么线呢 比如说我们取景范围内 还可能会出现地面呀 踢脚线啊 桌面啊 还有垂直线啊 做墙脚线啊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 在我们拍摄里面 如果在取景范围内 会有一个线条的时候 还有没有线条 没有线条就是说你这个背景非常的大 那我在拍的时候 我就不用顾及那么多 我就是随便 我就是把物体转到我想拍那个位置就好了 我就没有太大的要求 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背景桌面非常大 或者说比如说你的木 你的这个木板超级小级大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用的是瓶 用的是背景板 用的是小木板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板子都是有缝隙的 那这些缝隙一是不能被拍进去 第二如果那些缝隙它是环境的一部分 可以拍进去 就不是那种穿帮的 不是那种穿帮的表现的时候 比如说我就是想体现它是在背景有一块背景 然后前面有一个底板 就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学员的作业 以前的 像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有水平线的 对吧 但这种就没有水平线吧 这个是俯拍嘛 这个也是有水平线的 背后的这根线就是它的水平线 这个就没有水平线了 对吧 不管你是有还是拍小了 对吧 它目前就看起来是没有的 好 这个也是背景是有水平线的 一条线在后边 那像这个它就没有水平线 背景部分比较大 就没有水平线 那这个呢就是有水平线的 但是理解什么叫有水平线 什么叫没有水平线 当我们没有水平线的时候 你就是要只管着摆这个食物就好了 你就只管着 你就只管着把食物摆到你想要的一个位置 状态就可以了 但如果啊就是我们第一点很简单 你如果我们像这两张图也是一样的 后面没有水平线 那我只要摆食物就够了 我就不用再去考虑说 哎那我的一些画面里面硬性的硬的线条 该怎么处理 第二种呢 是有水平线的正面拍摄 像这个呢 后背 它就是有一根水平线 对吧 当我们 有这个水平线的情况下 啊 我们除了要摆好我们的 摆我们的自己的物体啊 摆这个东西我们后面会再讲 那就说除了我们要摆我们的食物之外 我们还要协调好这个水平线一定是水平的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去水平呢 只有我们跟物体整体的物体是一个平的一个状态 就正面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拍水平 那如果你身子斜了 对吧 你的机位不准了 拍出来绝对是外的 所以 拍出来的水平线也是可以参 可以去评判 到底有没有战争 啊 我们所有所有所有 不管什么样的机位 拍食物的时候 哪怕你的食物里面有A B C D E 但你的镜头永远只朝着A 就是我们的主体物 懂了吗 你不要说 哎 那我旁边还有B还有C还有E 我能不能够对着他们整体的中间呢 不可以 啊 不可以 一定必须完全对准的是A 就是 对准 不是说只是让你打镜头对准它 而是让你的整个身体 整个位置 都跟它是一个直线状态下 你不要说我站在它的侧 我站在整个画 比如说我这边有A B C D E 对吧 啊 我可能我站的是 整个画面中心 这个是中心嘛 这个前面 那我站的是这个位置 然后把镜头 伸向它 那这个也叫对准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要站在这个位置去进行拍摄 而不是站在画面的正中心去拍摄 啊 因为每一期作业呢 我都会收到很多 在画面正中心拍摄的 不管是斜拍 平拍 俯拍 大家都好像都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啊 我是每次都反复强调 你们依然还是不会把你的位置调整到A的这个位置前面来 就是不会把你的位置调整到食物的正前方来 而是调整到的是整体的正前方 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啊 像我们这样的照片啊 只有我们 虽然我们有构图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是把位置调整到跟食物保持一个非常非常直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才会直观啊 这个是一点就是对于我们的视觉上来说 我们的眼睛能够第一时间能够连成直线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如果你对的是 比如说我就有A跟B 如果我对的我站的位置是在这边 那我不管对的谁 他们他们在空间的表达上面一个是会往左倒 一个是往右倒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相机的镜头的原因 只要靠两边的它都会有一些轻有一些被拉伸 所以你两个一个是往左倒一个是往右倒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相机对的是正中心的 在你站的是正中心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最后能够出来的照片 就是左往左倒右往右倒 因此呢我必须要大家 这个视频是要朝着这个实物的正前方的 而不是整体画面的正前方 所以我们在正面拍摄的时候啊 如果有水平线的这些取景范围内有水平线 一定要把这个水平线处理好 就是除了你在摆这个物体的状态下 除了你对准 除了你这摆这个物体的这个位置摆好了之后 我们在把我们的位置调整好之后 同时要满足我们这根线不能够发生太大浮动的倾斜 轻微一点点是OK的 因为我们可能要构图对吧 可能要摆动一下相机 但是轻微的一点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太斜了 那你的位置就太偏了 所以我们这个没有绝对说要 百分之百的 因为有可能不能够满 同时满足那么多的东西 不能够不现实 但是我就是要你们尽可能的 让它保持的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 那除了我们在写拍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线条之外呢 还有什么 我们桌子不是还有线条吗 这些也是要把它处理成水平的才可以 这些线条 桌面的纹理 比如说我们还有 俯拍 这些纹理一定就是垂直的 就是让大家看到它是垂直的 而不是斜的歪的扭的这种状态 还有 还有我们这些都是线条 都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线条 还有桌面这些沟壑类的这种纹理 也是要保持它的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水平线呢指的是地平线 桌边线等明线 那也包括我们桌面的纹理等一些潜在的线条 所以在我们这个拍摄 就是我们正面拍摄的时候 如果我们曲情范围内有水平线了 把它处理好 把它弄平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重点 那刚刚我们说的是 那实物本身呢 这个不管是正面拍摄 还是侧面拍摄 还是我们的这个俯拍平拍 刚刚我们就强调很难的那一点 就是说我们拍摄任何实物 任何场景的时候 我们的位置始终能够跟 我们的位置跟相机 始终能保持一个最正式的面对面的一个距离 你不能够说我这样的其实对的不是它 但我把镜头测向它那样也不行 就是你怎么取景的 你正面取景 那你就跟它正面拍摄 如果你是一会儿像我们讲 一会儿有个侧面取景 那你就要侧面的跟它连上直线 所以说依照我们现在正面拍摄 你在拍摄这个实物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跟它有一个正面的 一对一的一个镜头拍摄 不能够在画面的正中心去 而是物体的正中心 好 这点呢把它删掉 就把这点把它删掉 大家不看 上课我们讲这一点 那这个呢我们叫做俯拍 我们来看一下俯拍的时候要注意到什么点 这个俯拍呢比较复杂啊比较重要 就是有一点 大家先不看文字啊 不看文字 就听我讲 那我们平时俯拍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线倾斜了 就是斜了 所以说我们刚才那一点就用到了 当我们处理这种照片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弄平了 就是怎么强迫症怎么来 因为那样才会得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舒适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挑战这一点我们来讲一下 当我们在拍这个俯拍的时候 啊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顺序啊 我们之前不是让大家把我们的对焦点对的是最中间吗 那如果我刚刚以刚刚第二点说的那个要求 不管是俯拍平拍写拍 我们的相机镜头 相机的中心轴 就是我们相机镜头最中间那个点 红点 一定要对着正物体的正中心 就主体物正中心 那我拍摄出来 拍一个圆形的时候 拍一个碗的时候 那它岂不是永远都在正中心呢 我被打乱了 思路 我要喝口水 好了 就刚刚我们说了啊 就是如果我们的相机的对焦点 在最中央 那如果我们又说 那拍摄的时候 我们这个点 相机又在实物的正中央上 在俯拍的时候就是正上方嘛 对吧 那我们拍出来是不是永远 这个物体都是圆形的居于正中心呢 那没办法够土了呀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 镜头永远都是垂直于被拍物 那拍垂中也是B 这个样子 但有时候呢 我们又构图的时候 大部分又是A的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看我们同学作业 复拍的 看 好像选择的复拍比较少 好 比如说这一张图 对吧 它就是居于下方的 那还有 还有 这张图 它也是居于下方的 还有 好 这张图 它也是居于下方 并且又居于右边的 那这张图也是居于下方的 那怎么办呢 啊 这个时候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 办法啊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在整个相机啊 大位置不变 什么叫大位置不变 它的轴线还是在这儿 只是什么 只是我们的镜头 往上抬了一下 抬了一下 把位置 变换了 就会得到A这样的一个 画面的构图了 就是往上抬一下 但我们的中心轴没有变 不是让你移动啊 不是让你把相机往前移动 让它放到下面去 为什么不能把相机往前移动呢 因为把往前移动之后 你的相机就不能够跟实物 处在大致的一个 一对一的一个范围内了 那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物体 就会产生刚刚我们说的 它不处在于视觉的 最直观的那个位置 它偏了 偏下了 或者说是往外翻了 往下翻了 虽然说位置都是一样的 拍出来可能构图上 可能都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在视觉上面看 它就是在我们眼皮底下的 就是我们的眼睛 不能够跟它立刻 产生直观的连接 所以说我们永远 相机还是要在物体的正上方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什么 靠抬头 懂了吗 只能靠轻微的往上抬头 那这个抬头的顺序是什么样呢 先垂直 就用中心点 对好物体 对好胶 对好胶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好 对好胶之后 保持 慢按快门 然后 把镜头 往上抬 往上抬 抬到你要构图的这个位置 最后是完全按下 这个是我们对焦的一个顺序 就是先对焦 中心点 先对好主体物 对好胶 然后抬我们的镜头 就摆动镜头去构图 不管你是放到哪个位置上 你都可以摆动相机 头往上摆 头往下摆 头往左摆 头往右摆 但是 不是移动 不是整个相机移动 你的 你的机身 就相机的机身 它还是在它大致的那个范围内 但是镜头 发生了上下左右的摇摆 小范围的摇摆 不会产生焦点的 就不会跑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节课跟大家说了 把焦点设置成单点对焦 就是one shot 上次讲了 对吧 就是对好焦之后 它就在那儿了 它就不会变了 那如果你选的是后面两个 对吧 后面两个对焦点 我们上节课讲的 其他的对焦 它是会根据对焦的位置 发生改变的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对好焦之后 我摆动降机之后 焦点就跑了 就是因为你选的不是 一 你没有选择的是单点对焦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把焦点设置成正中心 如果你选择的是自动对焦 它就随便给你找 就是它那几个红点是不停的变的 所以我们说第一 先把我们对焦点设置成中心点对焦 放在正中心 第二 在对焦方式上 选择的是单点 单次 单次自动对焦 这是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讲的 所以说你轻微的这个镜头 往上摆一下 往下摆一下 不会有失焦的 那如果失焦了 是你在摆动的位置 时间过长 犹豫的时间过长 以及就是你在摆动的过程中 手已经松动了 导致正常的失焦 而不是说你摆动的失焦 所以正常的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先 先 对焦 先半按快门 对好焦之后 是逼的这样的一个构图 但你不要逼这样的一个构图 那你就通过上摆相机镜头 下摆相机镜头 左摆 右摆 让它偏离中心 但是机身并没有发现改变 就相当于我们 我们人正朝了前方 那我们在往左看往右看的时候 我们就动我们的脖子就好了 我们不要不动我们的身子 懂了吗 然后如果你一动了你的机身之后 你的机身就不满足我们刚刚说 不满足刚刚说的 是主体物跟相机 是一个一对一 面对面的一个状态了 那就失去了 那很多同学问 相机不是可以选 上下左右对焦吗 那为什么你又要对到正中心 又要摆动镜头 这不是多次预举吗 那其实不是的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把相机镜头的对焦点 设置在下面了 比如说你要开下面 对吧 把物体放到下面来 那你就想 那我又把我的对焦点 对焦点如果是整个画面 就是这样的 对焦点本来是正中心嘛 这个点就是我们对焦点 那你干嘛设置这中心呢 你为什么不能设置在这个位置呢 那大家想 如果你的焦点设置在上面 下面这个位置 那其实你的相机 位置还是在中心呢 因为只有在你的相机 整个相机在正中心的时候 它的焦点偏下 你才能够到这样的一个拍摄 那你的相机也没有在相机 没有在物体的正上方了 你们可以回去拿相机 一起来示范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对焦点 放置到下面来了 那你不可能还能够同时满足你的相机 你本身还在主体物的正上方 我还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部分 比如说 因为我们的对焦点 它处于在下边 对吧 那你不可能就是你的相机 又在物体的正上方 然后你的焦点在下方 又满又同时跟它吻合了 只有你的相机在正中心 你的焦点在正中心的时候 它才能够吻合我们的这个要求 就是我们像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只有相机处在于物体的正上方 那比如说我这个B的这个图 它现在相机处于在它的正上方了 那它有几个焦点 怎么说呢 这边一个焦点 可能是这边一个 然后四面八方都有 对吧 四面八方都有 那我们刚刚说的下面那个点是在这 那它不可能满足啊 如果你就说你要把这个焦点设置到下面来 那你的相机是不是要往上移 它才能够跟那个灰色的圆重合呢 那这个时候相机就不在物体的正上方了 它就已经偏上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通过更换对焦点的位置去拍摄 我们来再总结一下这个思路啊 刚刚说的可能有点多 我们来整理一下 就是说我们只有我们刚刚说第一拍摄的时候 我们的相机要在主体物的正上方 第二点我们又设置了对焦点是在正中心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只是对好焦之后直接拍摄 然后就会出现B这样的一个构图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就需要A这样的一个构图 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中心点先对好焦 相机在实物正上方 然后对好焦之后 摆动相机的镜头上下摆动左右摆动 摆动到A这样的一个位置 然后快门再完全按下 就形成了A这样的构图 那同学问为什么不能够设置它的对焦点 在不同的位置 你在哪我就比如说它在下面 那我就设置它对焦点在下面就好了 为什么我要是在正中心呢 那我们先从B这样图来看 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在实物的正上方 然后对焦点正在正中心 那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中间灰色的小块就是我们对焦点 那只有在相机在正上方 那才能够满足这样的这个要求了 对吧 如果你相机不在正上方 那这个对焦点就会往其他地方移动 所以因为它是在相机的正中央 就是这个焦点我们设置的是最中心 那只有我们的相机也在物体的正中心的上方 我们才能够对准它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我们现在对好焦之后 那其实它的同学意思就是说 我左边右边上边周围 其实都很多焦点啊 为什么不能选 比如说你说下面有个焦点对吧 那如果你说把焦点设置到下面去 你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下面这个焦点要跟上面灰色吻合 怎么办 相机是不是要整体往上移动 才能够满足这一部分 相机要整体往上移动 它才能够跟灰色部分吻合 那这样的话相机就不会在实物的正上方了 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 最终最终我们还是只能够通过 先中心点 对好食物之后 再去构图 然后再完全按下 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标准的 一个俯拍圆形的一个画面 另外呢我们俯拍圆形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们圆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我们到底有没有在食物的正上方 到底有没有俯拍正确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圆形餐具会装很多食物 这些食物包括它的边缘碗底 它可能会形成一些不同的线条 好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画面里面物体的 就是这个餐具的边缘是一个圆形 里面这个是一个圆形 所以它形成了两个圆形对吧 那这两个圆形它如果是同心圆 那就证明你在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什么叫同心圆呢 它们拥有同一个圆心 那我们可以怎么判断 里面的这个圆跟外面这个圆 它们的这个位置 如果是大致的一致的 那它们就是一个同心圆 如果下面很多上面很长 那就证明证明什么 你的位置靠上了 所以这部分看的少 下面看的多 主要你是往左往右偏 你要往左偏 这边就看的多 你的相机如果往左了 这边就看的多 这边就看的少 如果你相机往下偏了 那就上面看的多 上面看的少 你可以 就跟我们人的眼睛是一样的 挨杯水放你的眼前 只有你的眼睛在这整个杯子的正中心的上方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杯子里面的水 那个圆心跟你的杯口 它左右上下位置是差不多的 这个叫做同心圆 如果你往后靠 你就会发现下面都看不见了 只看到上面的这个部分 像一个月亮一样的 对吧 如果你还是回到中心 然后往左边你就会发现 右边变多了 左边变少了 你往右边你就发现左边变多了 右边变少了 所以只有在你眼睛在它正上方的时候 它才是同心圆的 所以这个可以判断我们的这个俯拍的位置 然后我们不是说还要构图吗 所以说我们对好焦之后 当我们看到同心圆之后 然后摆动对好焦 然后摆动我们的镜头构图 摆完图之后可能又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 这个时候又怎么办呢 你又得你还是得再重新观察 找到它能够拍出同心圆的一个位置 就是稍微再调整一下 你这个相机的一个角度 一个机位 尽量的能够形成同心圆 当然如果你把相机的焦点设置在中心对焦 你的相机又在杯子的正上方 这样拍出来是完完全全可以拍出同心圆的 但是难就难在于 你又要同心圆 你又要摆动相机构图 因为我们只要摆动相机构图了 我们这两个 就是空间上是会有一些空间感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桌 我们的相机就跟桌子 它不是一个平行的状态了 因为我们相机其实往上摆动的时候 机身其实也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带动的 那平面就不平了 就跟我们桌面不平了 所以像如果我们像这个桌面的时候 它就不会一根一根平行了 它可能就是有一些延伸 有一些大小的变化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 我们这个时候管的就是同心圆 就是还是要保证我们的同心圆 就是我们要拍同心圆 但是我们又要保证 我们这个杯子处于非正中心 因为正中心很简单 只要你设置单点对焦 在正中心对焦 只要你的相机在正上方就可以拍出来同心圆了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的是像这张图片 能够排出上下间距不一样的 以及我们的同学的作业 看一下 好 我们这个的圆形 它就不是完全的在正中心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它上下左右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是可以调整到几乎相近的 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拍摄 像这个的话是在正中心 大家看下面比较多 那就证明说它的相机还是往太往上靠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相机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斜度保证出能够得一个同心圆 是最好的 这是只是针对于我们俯拍的时候要求同心圆 当然我们的像照片里面有好多个圆的时候 我们只要顾及我们的主体物的位置 主体物的同心圆就好了 像右边这个水的边缘线跟旁边的位置大体一致 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在它的正上方去拍摄的 这个很容易判断的出来 大家的圆有没有拍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基础的 然后你的圆放在正中心拍 那很容易就圆了 那我们要的就是非正中心的圆 能够把它拍出同心圆 尤其是我们的饮品啊咖啡啊这些啊 同心圆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了 看一下 比如说右边这张图啊 它是处在于画面的下方 但是你看不管是外面这个圆 是同心圆还是里面的这个圆 它都比较接近同心圆 不是百分之百啊 但是比较接近同心圆 这样看起来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包括我们这种啊 尽可能的把它拍圆 尽可能的把它拍圆 这个时候啊没有对准这个主体物 比如说我在拍摄这两个盘子的时候 我的相机对的其实是在正中心的 那这两个盘子都都会不在最主要的位置上 它就会视觉上会往外翻 后面大家的作业就可以看出来了啊 我就会拿一些错误的例子给大家示范 就是你错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它叫错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比如说两个盘子 那我还是会在这个盘子正上方去拍摄 对准它之后相机镜头往上摆一下 当我在看成片的时候 其实我一眼就能看到这个了 如果你没有 因为我现在 如果我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心 我的相机在正中心的上方拍的时候 这两个虽然说位置可能还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能够体现出来的空间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不要小看啊 所以一定说这两个盘子 那我还是要在这个最主体的物质 位置的正上方去拍摄 对准它之后 相机镜头往上摆一下 然后重新构下图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啊 相机机身并没有移动 还是在这个东西的上方 只是镜头往前摆了啊 机身没有移动 包括这种也是一样的 我可能往上摆了 又往左摆了啊 就得到了是物体是在右边 偏右的一个位置 这些圆形都是的 一样的一个方法啊 看这边的圆形 然后这边的圆形啊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但是你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哎我能够一眼的能够接通它 如果你没有在它正上方拍摄 你就会发现这个盘子 总感觉 嗯有点变形 第二呢 就是跟 嗯在传达 内容的时候 会有所限制 好 这个就是同性缘啊 嗯 然后 这部分比较难 所以大家 可以 就这部分的问题 进行一些提问 嗯 最后一句话不对 对 实际上也是改变了对焦的主体 没有改变对焦主体 对焦你随时都可以重新对焦 只是说我们的位置 还是不在正上方了 对于空间的表达 对于主体物的表达 就会反成人机变 就产生变形 前面说的都是对的 不会的 小范围内是不会跑焦的 如果你跑焦了 就是你之前我们讲的跑焦的原因 这种小范围是不会跑焦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单点对焦 所以它点还在那儿 对好就是对好了 就不会变了 嗯 这个是要拍的 就是你要去拍 你才会发生问题 怎么讲 你肯定都是要练 不可以 刚刚不是特别讲 不能平行移动吗 你平行移动之后 你的相机怎么可能还在 物体的正上方呢 我们就是必须要求 相机要在主体物的正上方 拍摄食物的小范围内都不会跑焦 镜头晃动不就是有了角度了吗 主体不就会被拉伸变形 对啊 拉伸变形是肯定会有的 是跟根据你的这个镜头不一样 就拉伸的位置不一样 只要你不要靠近四个角 拉伸就不会很严重 轻微摆动会影响同心圆的形状 所以说摆完之后 你还要再同心再看一看同心圆 调整到可以拍出同心圆的位置 用眼睛去看啊 用眼睛去看它到底圆不圆 不能说哎呀我老是拍不圆 那你为什么不能在相机里面看好 还圆的时候再拍呢 镜头远离被拍物 离被拍物越远 应该要比近一点好吧 嗯是的 那正上方对焦代购图 是为了拍出来是比较圆 不是 一是能够拍的拍的圆 其实你不在正上方 就是你摆动相机之后也是会 一是能够满足同心圆嘛 第二个我们就是 不管是俯拍还是什么拍 都是需要在正上方 是为了最直接的表达实物 不会让实物偏离镜头 是这个原因 所以必须要在正上方拍摄 不会跑焦的 其实总体说白就是 先对焦后构图 构图 对好焦再构图再拍下 但刚刚我解释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就讲了很多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方法就是先对好焦 然后再构图 相机不能移动 只能摆动镜头 这个就需要记得 我不理解 那你就按照我们 这个方式去拍就好了 反正就是 一不能够移动相机 第二相机必须要在实物正上方 就是说怎么随便怎么做都不能完全的圆 只是对尽量的同心圆 但是还是可以完全同心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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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假狡辩的吗 刚刚我不是 会轻微动 会轻微动 那个不影响 只要你不移动它 不要平行移动就好了 那动的肯定是会动的嘛 这本来我们是这个我们本来相机镜头看一下放大 我们本来相机的镜头是一个垂直的就是B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摆动完镜头之后它的一个夹角发生了一个改变 对吧 就变成这样A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A这样的构图 就是夹角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人的倒影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先回答我 就是人的倒影是怎么产生的 对 光 那你要是不想有倒影 那你就是 为什么非要站在光跟物体的中间呢 人如果在物体跟光的中间它是永远都会被有倒影的 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解决你的主光源不能够穿透过人 那有遮挡物那肯定是有影子的 那这是很直观的一个原因 就是你不要站在光跟物体的中间就好了呀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原因了 台高的台的高度是不是要难获得构图成分 成正比啊 要难过更多 是不是要抬的稍微高 不多 对 根据你的构图来决定 你要摆多少 摆到你要的构图就好了 没有说哪个高度是合适的 摆到合适的构图就是合适的 好 好 那我们就往下来 往下来看啊 这个点回去练一练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需要最后一个点啊 我们在斜拍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啊 斜拍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桌面的缝隙 啊 通常的话我们都会让这个缝隙呢 大致啊 大致的往一个中心点的方向走 就是它是一个对称的延伸 对称的延伸 啊 一般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 线条的一个处理 那如果 嗯 如果我们 加上我们刚刚说的要在实物的正前方 啊 我们先看第一点啊 我们如果需要完全对称的时候 我们的相机只有在这两根线的正中间 如果是两根线啊 如果是两根线 那你就是在这两根线的正中间 先不要说话啊 我们如果需要这两根线对称的延伸 那我们的相机就应该在正中心 两根线的正中心 它才能够有一个对称延伸的啊 往中心慢慢的消失 延伸出去啊 那加上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又要求 镜头跟实物在就是正前方的关系 那我们就会得出这张图这样的一个 呃 画面 就是说两根线啊 同时延伸大致的延伸 然后物体又在正中心 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出现啊 那另外一点 可能大家可能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 如果我只要物体偏离中心了 偏左或偏右 那我的那个线条就没办法保证 它是对称延伸了 这个是 它就是不能够同时满足的啊 除非你就是物体在正中心 那两根线它才会对称延伸啊 那如果你物体偏了 那这两根线呢 它也没办法能够完全对称了啊 这个没关系 我们 总的来说就是要求 你的这些延伸线 不要有太大的斜角 就是带太大的也凌乱的 我们需要它大致的往 嗯中心点延伸 就是画面这个部分 啊 这个一条线 往那个远处去延伸 就比如说我们同学的作业 嗯 这个不明显啊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两根 那这两根呢 大致的往中间走 就会比较和谐 还有这两根也是一样的啊 还有这三根 就让它稍微看起来舒服一点啊 是最最适合的 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线条 可能就会增加线条凌乱感 我们会往下讲呢 就会讲到线条 所以这种情况下线条 我们是不太建议的 像这样的线条是表和式的 慢慢的往中心点延伸 像这种都是OK的 不需要完全对称 但只是说我们往中心线 对吧 看两条这两条 都是往中心线去延伸的 越对称越好 但不要求百分百的对称啊 这是我们斜拍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斜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靠边上的就会有一些变形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些旁边的物体啊 主体物不要放置在中心点 如果不放中心点的话 不要偏离的太远 因为广角镜头会是参与积变 这个我们上节课已经有讲过了 所以斜拍遇到桌面和缝隙线 我们会让线条的延伸方向处在中心 导持线条大致的对称啊 下面这个点可以不用看了 刚刚我解释过了 可能写的比较不好理解 所以斜拍没有什么好注意的 就是注意一靠近四边会积变 第二有延伸线的话 处理一下它的延伸线 那关于斜拍侧拍 我们后面会有讲 然后我们的手机摄影课里面 对于斜拍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不是正对的 我们现在都是看到这几张图 几乎都是正对的 那当我们不正对的时候 怎么样处理 手机摄影课人讲得非常清楚 后面我们也会说 只是我们拍实物的时候 很少会用到那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在构图里面 会打开一点讲了 但是我们前面这些的话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正机位去拍的 也让大家先练一下正机位 慢慢的再去了解侧面拍摄 因为侧拍是比较难的我觉得 所以这是我们小机位 一个是正面拍摄 无水平线 就可以不用管太多 第二呢 就是我们正面拍摄 有水平线 注意的就是把水平线处理水平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俯拍 就是第四点第三点 我们把它删掉 就是同心圆的一个处理 还有就是同心圆之后 还要进行圆形的一个重新构图 然后保证我们拍出来的这个构图之后 它还是同心圆 所以我们下节课有一份作业 就是要求大家要拍摄 类似这样的照片 像这种的话 这种的话看不到同心圆 我不太建议 建议你们拍什么呢 靠什么练习呢 靠一些比如说咖啡杯 这些明显的去练习会非常的有用 还有明显的这种同心圆的状态的 比如刚刚我们还有这种汤碗之类的 有明显的水平 那个明显的几个圆呢 两个圆至少是 这样会比较的好判断 当然你没有这个圆我也好判断 因为我看机会 我看照片拍出来我就知道了 但是你们自己的话能够比较好判断 这个是我们下节课 后面这个星期要重点练习的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几个机会 比较要求比较多的 重点的讲解了 还有我们说这边同心圆的这种特别偏的 更考验技术 大家看到中心圆就在这个位置 旁边的位置大小 上下大小都会直接体现出你的肌位是否合适 如果不合适 有一面就偏多 这个拍出来就不好看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课程的内容 好有问题大家先提问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来讲评作业 我们上节课的作业了啊 作业呢我挑了一些有问题的位置 强烈的讲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看到有这个问题的一定回去自己看下自己的作业有没有啊 因为我有些它有一张或两张可能轻微的有一点啊 你自己要记住 我们就只讲打叉的啊 很多同学误解了一个 误解了一个概念啊 先找一些 就是我让大家练不同的白平衡 不是让你找 不是让你找一个物体去拍不同的白平衡 而是说你要去练习知道不同的景 适合什么样的白平衡 比如说有些照片它就适合稍微冷一点点的 有些照片就适合稍微暖一点点的 对吧 啊那你拍出来的都是同一个物体 那你觉得这样照片适合这个色温吗 不适合吧 这种色温呢就是我们说的偏色 这种照片是绝对不能够出现的啊 所以说我不是让你夸张的去展现白平衡的作用 而是让你找不同的景去选择不合适的白平衡去表达它啊 这个还是关键 所以不同的白平衡它有不同的啊 不同的一个表现的作用 好不同的光线 像这样的一个光线 我是让大家练习对于一张照片 比如说在室内 那我就需要你在室内调节到能够把照片表达清楚的 表达清楚是什么 不会过暗 那这张照片明显就过暗了 暗部的细节全部缺失了 黑成一片这种就叫过暗 所以它的亮部它还是可以有提亮的余地的 你就不要怕它过暗 就还可以往上提亮啊 那这种就叫做曝光不足 好 那这边的话 嗯 如果严格上来说它是过暗的 但是肉眼上判断的话 其实ok还ok 不算属于特别过暗的程度 对这样照片我就觉得还没什么太大问题 好这样照片色温上来说 我们说从色温上来说 它就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白平衡了 所以这种问题 这种色温的时候我们就要调节 不让它看起来过黄 啊 才是我们的重点拍摄的练习的目的 这样照片就过于黄 所以我们要选择偏冷的白平衡去综合它 好这位同学作业是做挺好的 但有一张有问题 然后我先看一下这边 像我们看啊 有位同学他有两位同学都给我标注了 我觉得非常好 我信息看了一清二楚 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最好也可以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个调节 然后看的快门是二十五分之一 那应该是用了三脚架 整个画面还是比较稳 所以如果你没有三脚架 就不要轻易的尝试特别低的快门 那整个色温非常非常的合适 没有偏色 会觉得还蛮好的 而这张照片呢是偏暖一点点的 虽然它用了日光 但是会根据自然光进行综合 所以这张照片看起来还是偏暖的 所以就适合有一些暖色调的食物 但是这张照片呢 稍稍的还是有点偏黄 稍微还可以再自然一些 如果拍摄一些化妆品的时候呢 颜色可以冷一点 这个是很好的 对于 当然它是阴天 它白平衡选的是阴天 但是对于日光可能中午 对吧 它可能日光自然光的比较冷 所以综合起来的时候 它也不会特别的黄 所以大家知道照片的色纹 最终是由自然光跟白平衡加起来综合的 所以白平衡这一块都非常好 是可以打勾的 那这边的白平衡 这种就是过于黄 就因为这张照片我要单多提出来 在拍摄食物的时候 我们希望暖色调 但不希望过于黄的暖色调 这种照片是过于黄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这张照片的问题 像这张照片呢 如果是食物上来说 其实更适合稍微暖一点点的 这张照片显得过于冷 食物呢 就会显得稍微没有那么的吸引人 然后这样的白平衡是非常合适的 好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 白平衡你就选了 你是在展示白平衡 然后但是这种白平衡是不合适出现的 就是偏色的白平衡是不适合出现的 所以理解错 一样理解错我的意思 然后这个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像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倒还好 大家看到就是过曝的地方 有过曝的地方 但没有特别过曝 但是还是可以再控制一点 因为你在直射光下 光线对比太过于强烈 你要同时保留高光 同时保留暗部细节 也是非常难的一部分 所以你这样看出来就是反差过于强烈 那像这种没有直射光的情况下 你的曝光就显得不足了 看到暗部的细节这边 就已经黑成一片一片的 这种叫曝光不足 亮的地方亮成全白 然后暗的地方变成全黑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曝光不足 或者说没有准确曝光 这两张都是 好这边有问题的照片 我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是有问题的 不管是你的快门 还是你的对焦点 快门应该是没问题 对焦点 对到了别的地方去 那这就要做跑焦 这叫施焦 拍食物 这种是非常非常忌讳的 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张照片 看出来什么问题没有 整个我看到焦点 整个看到焦点 你第一节课第二节课 可以有施焦跑焦的 但再到第三节课 再跑焦再施焦 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一定要自己每次 拍完之后看一下 然后色温的调节 也是理解错了我们的意思 就是要 不是让你用同一个物体 去找不同的白平衡 而是说 在不同的画面里面 找最合适的白平衡去拍摄它 不然我不知道 你对白平衡的概念清清晰 对吧 你都用了我不知道你知道哪 知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这个也是 那这种肯定就是偏色的 这个稍微好一点点 比前面两个 因为我们都是针对食物来说的 我们的食物是完全不能够偏色的 不同光线 你看白平衡偏色 尤其严重 偏蓝 蓝的过分 这张 曝光不足 黑成一片 这个呢就是暖色调 那我就可以理解 比较温馨对吧 这两个后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白平衡问题比较大 然后光线问题比较大 然后光线问题比较大 好 钙鱼的照片有 这张 因为也是因为光线的差异很大 所以导致了这边 白色有点惨烈 你惨到了这边有紫边出现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其他的倒没有什么 这个也是我不太知道 因为我要知道你们对白平衡那个概念 哪样白平衡才是好的 所以你们这么交换来 我就不知道你对白平衡有没有 好跟不好的一个理解 这张呢稍稍的就是白平衡上偏蓝了 这张呢稍稍的又偏黄了 所以说这几张照片的白平衡都不是最合适的 都有点过 我们最应该的现在学习的是 还原照片的原色 就是室内的曝光倒是没有 曝光倒是没有问题 但对白平衡的拍摄啊 选择想还是要再多练习 这个啊 嗯我看不到清晰的地方 这个是焦点的原因啊 看到清晰的地方 还有就是以后交了片 尽量给我交圆片啊 不要修图 好这张同学的白平衡 后面几张有点过 比如说这张这两张都偏冷了 嗯这张也偏冷了 这张偏冷了 嗯所以一定要控制好 还原原色 就是拍出来的东西 又跟你 最好是跟你眼睛看到的 几乎是一样的 才行啊 像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有几张不同的白平衡 但是我知道你会用了 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选 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把它打插了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照点太过分了啊 所以不要在这种 就光线不足的地方去拍摄 对于光线来说 你看这张照片的光线 照点非常难受的 所以以后拍照啊 尽量还是在曝光充足的地方去拍摄 不管是焦点 不管对于光影来说 它都是最合适的 好这张照片 就是光太强了 然后太黄了啊 所以 嗯白平衡没有调好 这张白平衡就很合适 很合适 很舒服的白平衡啊 光线也比较合适 这张呢可以稍微再亮一点点 就可以再稍微亮一点点 先整体的还是有点偏偏暗啊 啊 后面几张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这张呢 稍稍有一点点偏冷 可能是根据你的鲜花的要求 你可能设置的偏冷了 但我会觉得这个冷的色温会有点太过于冷啊 可以稍微回一点点 嗯 你用的是荧光灯 所以可能有点过 试一下用日光 或者是日光 跟荧光灯之间的K值 可能会更合适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白平衡上 就第一张 可能会稍微有点鲜冷 第一张曝光不足 我们看左边的暗部的地方太暗了 啊 这张应该也是曝光不足 啊 这张还好 这张就是这两张 就是明显就是这张的色温是最合适的 啊 所以会选择色温 因为你这么多拍了 我不知道色温在哪了 这张的对焦点呢 啊 偏离了 我们之后会讲对焦点的啊 所以这张这几张照片 很相近的就选一张出来 然后没有在不同的位置上拍摄 感觉位置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还要再多拍拍啊 好色温 这个色温太黄了 这个是还蛮合适的 那这个呢 也还行 嗯 还还行 因为你可能可以表达比较乱一点的感觉 但这张的话就问题非常的大啊 非常非常的黄 光线 这张就是看到啊 在光线不足的地方 影响还蛮大 但是对于练习快门是ok的啊 那这张偏色也很严重 偏绿 黄啊 黄绿黄绿的 好这边就是同学就是 各种 啊 我不太清楚 你觉得你知不知道哪张是好的 哪张是不好的 这个你要自己知道才行 因为我们平时不再只是光线拍摄 像这个地方白色就过曝了很严重 然后颜色偏紫 你看这个晚上的 这个练快门倒是ok了 练调节倒是ok 但是对于白平衡上 调节你可能还是 不还知道哪种是合适的 像 像 像这几个白平衡都不合适啊 我们最常用的白平衡就是日光阴天阴影 实在不行我们就调k值了 除了我们晚上拍黄黄的灯光可能会用到 尼光灯啊 白纸灯啊 其他时候白天是不会用到的 大家要记得 好这张就完全曝光不足 色温偏色 大家平时不要用 物丝灯这些色温啊 对于光线的练习拍摄是没问题的 对于白平衡还得再多练练 后面这几张的曝光有点少啊 曝光少了 都有点偏暗啊 所以一定要在曝光上面可以再往上提一点点 只要我们拍食物啊 如果不是暗色调我们 据说月亮主要是白色的地方不过曝 我们其实月亮对人的感觉会越好 所以我们拍食物的时候中性的光线跟亮光 只要保证白色不过曝我们都可以尽可能的往上提一提 好这边对焦和不清晰啊 对焦点都不清楚 我们一定要对到最主要的位置啊 不能乱对 模糊了 然后这边的几个色温啊 也是理解错误 所以有大差了 不同的光线 你看模糊了 什么原因有引起的 自己要知道 然后这个光线过黄了 然后光线风光不足 然后这张是非常好的 白平衡你不说了啊 也是也是一样的 都是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最合适的 这边几个都是一样的原因啊 就都是光线那些都练的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但是白平衡的选择啊 不是让用同一张去拍啊 这张是稍稍的会有点点偏冷 所以白平衡要尽可能调节一下 是第一次的作业啊 然后这个是稍微过冷了 可以稍微往暖色调再调节一点点 你看你们用的都是白色光灯 我平时都不用的 然后其他的这几个色温倒是挺合适的 像这个色温 是正常的色温啊 不要用不要用这种太冷的色调 特别是对食物啊 最后一页同学很大差的 就是因为模糊的原因啊 对于你的快门调节还是什么 调节这张的清晰程度明显有问题 还有这张清晰程度也明显有问题 回去想想什么原因 到底是快门还是因为手抖还是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没问题啊 然后最后来看几位拍的好的同学啊 对于夜晚的拍摄能够看到一些暗部的细节 对于亮部的地方的拍摄 亮部存在的一些还是细节对吧 没有过报 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看到没有合适的高光 合适的曝光 好白色的部分 你看细节保留的很好 这个就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然后这张暗部的细节都有 然后整个机位基础都还比较好的 好这张也是啊 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调整 插桌布啊 然后搭配啊 这些问题比较大 但是对于基础来说 基础还是比较好的 对于白平衡的选择 对于这个光线的选择 都还蛮不错 那这张的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对焦点 当我们的拍政府拍的时候 对焦点一定要对在食物的上面 而不能对在人物的手上啊之类的 除非你就是对 你拍的是食物人物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当我们在拍食物的时候啊 一定要以食物为准 这位同学起点比较高 所以你要记住 不要跟他比啊 记住他的名字 不要跟他比就好了 然后这位同学的话 我是觉得他对于白平衡的选择 是我给大家就是一个练习的一个目的 比如说这张可能稍微被偏黄啊 稍微可以回一点点 嗯选择合适的白平衡去表达 就是该冷的冷该冷的暖 没有过度的偏色啊 每个颜色都刚刚好啊 刚刚好的样子 所以说一定要大家要学习 怎么样选择合适的白平衡去表达不同的氛围 好这边也是对于白平衡对光线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啊 这张不是很好 但这几种啊 在光影的作用下 嗯光线的合适程度 我觉得还蛮不错啊 然后颜色没有偏色 我就觉得不错了啊 然后对于这种啊 我觉得最自然最最正常的 最就是日常的东西 我非常喜欢 然后不要过度的偏色啊 不要在非常暗的地方去拍摄 当然可能没有打勾的同学 很多同学可能都拍的比他 哎有力量上比他拍的好 嗯我们都一一拿出来 但是只是跟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这就是就是拍一些我们是日常的东西 生活的东西 然后自然光线的东西 选择合适的光线 合适的白平衡 没有过度的偏色 这些我都觉得没太大的问题 然后最为同学 嗯对于白平衡啊 光线都掌握得很好 该是什么样的白平衡 该什么样的光线 都做的还蛮合适的啊 所以我就列了几位同学啊 我可能第一感觉比较好的我就列出来了啊 不代表那些没有打勾的做的不是特别惊艳啊 当然嗯慢慢的我们做主题作业之后就会一一点评了 因为我们的课上就只是简单的举些例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老学员的作业啊 好期老学员的作业 这两期完成的都不是特别的好 这次完成的是排鸡蛋啊 鸡蛋非常难排为什么呢 对越简单的东西越难排 所以说嗯 可能会慢慢的让大家 老学员去练习一些非常有难度的东西啊 当然也会让他们练习一些简单的东西 培养信心啊 像我们嗯 这位同学有拍的时候也问过我 所以大家平时拍的时候也可以 拍主题作业的时候也可以问我到底合不合适 我就会给大家微信说 呃 对于线条 对于光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对我来说整个造型整个氛围 嗯 给我的感觉还不够 就是 还差了一点经验的东西 就是如果从技术上来说 线条 构图位置 呃 曝光 哎我觉得都还 可以 但就是还不够 经验啊 那这位同学上一次学期也作业比较少 那这一期 这一期 说是要 他分图强了 所以等待他蜕变了 当然跟他上课前对比 他自己觉得 进步非常的大 但我觉得 上课时还太少了 所以还是 每个人需要坚持下来啊 不然三个月就浪费下去了 这个作业都不好了 一个就是焦点 成为完全模糊的啊 焦点就是完全模糊的 然后整个造型太过于简单了 其实我们很多老学员都非常懒的 他们就是 一直都在偷懒 然后就为了被提出群 但我都会看得出来 哪个是用心去拍哪个 没有用心去拍的 这两张照片就非常差了 好 这张照片啊 说是极简 那我第一就是锐度不够 鸡蛋的对焦面 焦点 光圈可能稍微有点大 另外上面穿帮的地方 一定要去掉 穿帮的地方就要去掉 这个是极简风格 这个也是极简风格 现在还不错 但就是需要一些调整 就比如说要调色呀 就是比较把亮的地方调亮一点 比如说打IPS 给大家演示一下 极简风呢 讲究的是干净 线条干净 所以后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是极简风格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一下 这一张照片 在这一张照片 就像一张照片 那一张照片 我看了 那么我们先讲一下 终于是极简 那一张照片 就是极简 那一张照片 就像一张照片 那一张照片 所以我们就会 比如白色的 我们就会把整个照片 会稍微的去进行提亮 然后RAID都不够 我们肯定就是要去进行一些加RAID 这样的话我们出来的 这个极简峰可能会更加接近于 我们所谓的极简峰 你看如果你的你的鸡蛋 对啊同性原不合适 你看是不是偏了 你会很难受 所以我们就会进行 后期可以进行一条调整 当然这是因为很简单 所以好调整 如果你那个食物特别麻烦 难处理的话就不太合适去进行调整 所以你看同性原跟非同性原 就是细节上我们还是要去进行保证的 所以说 除了后期还是要进行一些学习 那这张图片呢 我会觉得不适合平拍 为什么呢 因为鸡蛋的因为你现在整个平拍的水平位置呢 是接近于这个篮子 所以这个篮子是你重点表达的部分了 就是能够上去能够表达最明显就是这个篮子的部分 因此呢你会发现鸡蛋能够呈现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小小的这一部分很抢眼 所以你就要考虑到这一面 它这个风格是不是不适合用这个器皿 它不适合用这个角度去拍摄 因为会随便夺主 但颜色光线都非常好 干净利落 还是这张图片进步还是有点大的 好 巧米 巧米这张图后期过了 后期过了 就是加锐加重细节部分 稍微有点狠有点狠 然后黄色 比如说暗部被提亮的地方 你看有点黄黄黄黄颜色 现在很不均匀 然后背景呢 我也看出来你在 在后期的时候 感觉有点加深 尤其是阴影被加深了 这部分一定要再弱一点点 这张的光线不充足 所以能够拍摄出来的画质要差一点 光影也要差一点点 后面那个玻璃碗有点 没有意义 有点没有意义 然后整个的色温 灰度还是太灰了 太灰了啊 所以要调整 调整 然后这张的话 在整个的拍摄思路 构图上面 还是不够 不好看 然后 整个的色温有点点偏黄 构图这些到这个时候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线条就没有问题 只是在实物造型上面 实物搭配上面 还得花心思 这张的构图上面就会有点点 有点有点乱了啊 下面的位置会稍微有点多 所以这张图片可以稍微的 往下进行裁切 那这个位置的话 你的这个主体 会更加明确一点点啊 但一样的 实物造型思路上面 还是不够好 实物不够好 夏天有一张照片 我非常喜欢 就是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对于颜色 光线 能够 表达出来的这种质感 我是蛮喜欢这张图片的啊 然后 前面两张呢 跟其他学院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 想法 想法还不够多啊 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去看 所以想法搭配这些还是很弱 鸡蛋非常 简单 但是拍起来就非常的难啊 这张 这几张照片呢 问题非常的大啊 基本上跟 心血没有差别了 嗯 主体非常零散 没有主体 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空 没有设计 嗯 横图啊 还没有能力去拍横图 对于 主体的表达 然后对于 摆放 都还是很散很散的 这个也是一样很散很散很散 光线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 构图啊 摆放啊 构图啊 然后设计啊 这些都还不足啊 很大不足 好 都 都太限制了 嗯 限制在某一种 思维里面啊 像我们的课 限制在了一定的思维里面 还没有发散出去 所以 很多同学都还是处在于 嗯 前几节课 的一个状态 就是没有 再往上走了 但就是到了一个位置之后 就遇到了一个新的瓶颈 啊 所以 这个的话 你们得多去看图 多去 构想 多去设想 然后多去发散思维啊 嗯 这张照片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啊 虽然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能拍法都差不多 但是 对于 呃 该用的 还有构图 光线 色彩 嗯 可能 这张图 传达出来的一些 呃 感觉 啊 感觉 会更 更加好一些 颜色 简单俐落 然后 主次分明 呃 然后 颜色 饱和度 这些都比较合适 不会太鲜艳 不会太灰 然后 这个特写的质感 也出来了 所以 这张照片我也比较喜欢的 但大部分这些作业人不好啊 另外老学员 有很多 加进来了 然后 这次 这一期只教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所以很多同学可能下一期会继续下作业 不然就会踢走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上一期的作业啊 大家就看一下 拍的也非常的差 这个面条 嗯 感觉是有一些干尾尾的 没有食欲 然后对于这个背后的这个砧板 线条也非常的破坏 画面 颜色到这还可以 但就是 没有食欲 而这张照片呢 下面这块黑色的布 会写的太过压抑 啊 对于整个画面的色块来说 就是会 嗯 让下半部分会特别的重 特别的暗 然后 食物本身没有 没有食欲性 就是食物造型上做的有点差 啊 食物造型不够好 然后 焦点 也不清楚 啊 焦点 对到后面去了 我原来我们焦点呢 是对在前 不对后啊 对在前 不对后 所以大家的焦点一定要注意 不要对到后面去 摆放之类的 倒没什么问题 啊 就是在这块布上 选择 可能 除了一些很大的一个失误啊 面条也拍的不好 中式其实是非常难拍的啊 好 这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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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碗食物呢 我就还蛮有食欲的 蛮有食欲的 那 也是刚刚那位 啊 同学拍 第一张作业的同学拍的就是 算一个作业啊 就拍鸡蛋的同学 进步也是非常大 就以前拍的图 现在对比起来还是进步很大的 那这 这张照片 它的一个摆放 其实都还蛮合适的 那 对于 餐具的选择 还是不够啊 里面的反光面会导致 四面八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光 对质感上的表达就要差一些 那 粉丝 食欲很好 但是 这位同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明暗面过于 过于对比过于强烈 所以明暗面过于强烈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 你 遮光的地方太近了 让整个被遮住的地方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黑 所以要调整一下对光线的一个运用 问题的不大啊 然后实际上的话 主体物太偏于左边了 刚刚靠 快靠紧了 要么你就切一点 要么就多留一点啊 不要刚刚好的 留一个小小缝隙 上面这个瓶子就非常的不搭啊 非常的不搭 对于餐具的选择上 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余地 很大的一个余地 餐具选择上还是不够啊 好 这个面条呢 说白了问题也不大 还是但是遮光啊 也是很重 第二呢 上面漏光了 你要遮上面漏光了 所以在光线的运用上 还是得再多琢磨琢磨 另外大家的思路啊 还没有 再往外打开啊 在选择的这些东西上面 还是会有很有限制 哎好饿呀 在草米的这几张照片 后面那个 后面这个竹框 会显得有点小小的抢眼 可以选择性的 让它少入境一点点 然后 比如说我们在拍的时候 可以把这一部分东西往前挪 那就减少了背景板的入镜 就这个背景板稍微的有点多 可以减少一半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们之间的这个位置 可以稍微的松动一点点 因为它你是可能直接 从辅拍转到了平拍 斜拍 所以它每个地方挨得非常的紧 可以稍微的让它松动一点点 但这样其实看起来还蛮不错啊 好最想的照片呢 就是稍微有点小紧了 就是整个画面框的太大了 所以可以 往外再去 往左边可以多一点 有下边可以多一点 稍微让它在照片 再满一点 这个稍微顶得有点紧了 好这几张都蛮喜欢的 就非常的明亮 然后食欲也很好 上面左上角这些食材稍微显得有点零散 显得有点乱 然后竹针板不太适合上镜啊 竹质的针板不适合上镜啊 所以可以考虑更换其他的不同的一些东西 但这个就是我大家我所说的 情绪员要注意的 那你在拍圆形的时候往下放 但是我们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 相机在这个物体的正上方的 如果你不是在正上方拍的 那这个东西就离远了 这就是在空间上面就会往外翻 这张的色温可以稍微 再往冷色调偏一点点啊 有点太暖 或者说可以提亮一点点 这个调有点暗 好在拍人物动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了构图 千万不要忘记构图 这样构图左边右边顶得很满 下面留的非常空 所以一定要不要顾到这个 又忘了那个 都挺不错的 这个照片呢 可以稍微偏暖一点点 这张照片稍微有点冷了 这个面呢 对于这个碗来说呢 就太少了 然后这两张照片 啊这张照片的就太太过于暖啊 就是有点 有点是颜色有点过了 那颜色要稍微往里控制一点 上面这个竹针板 没有意义就可以往回走了 就不需要这个竹针板了 你宁愿把这块布放过来 然后下面少一点点 这样都会比这个样的一个搭配要好一些 你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有点对称 这个往这边伸就往这边伸啊 所以要调整一下 好这块的话就是稍微有点少啊 有点少 好这个搭配上面 比如说一个布料的运用啊 太太新了 然后 还有 整个面条 就是转的有点长 另外气面的选择好像不太搭调 这个气面反出来的光是冷色调 下面的光就是暖色调 所以 反差 反差上就不和谐 哎 大半夜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然后 然后 这场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 干干净净的 就是桌布上 这个布的用的有点新了 啊 还有线条 有一家你用把这个线条这么放的 啊 这个要改过来啊 这个线 这个筷子不能这么放 那么你就不要线条 这个就是湿针太严重 后期湿针太严重啊 但角度机位都很合适 但是光线我觉得是是不是不太足 所以在整个照片的表达上面 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有鞋子 嗯 的光线上面还是 可能跟相机有些关系 光线上面 呃 明暗太过于 强了 这边你看暗的地方 啊 太太过了 好 小致的 哎 比较欧式的一个拍法 线条 还有布料 嗯 比 刚上课的时候 这张照片进步都非常的大 左边可以再少一点点 就是流空 留了多一点 不要顶得太慢 然后 这张照片的斜度啊 这样的一个斜度 还有你下面还有的斜线 这样它就会打折了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方向 错位 所以 最好是 你要斜的时候 跟着这个线条 在大致的一个方向 你现在这个的话 斜过来感觉偏头了 所以你还是 往顺时针再转过来一些 会比较合适 然后这张照片就在底下面 因为你上面还有很多 然后中间空嘛 所以你整个照片 你应该都往两边分离 所以最好还是在往 顺时针转的同时 再往上面靠一点点 然后 两个不同的促进方式 这个是从下往上升 就没有从上往下升 这种 食物的 传递信息的方式好 然后这几张 写后面这两个 堵死了 堵死了 堵死的后路 再往后走一点 然后这个布的一个出镜 也是 不要抓到前面来 布一般都很少 往前面走的 一般都是往后面走 这样少少的都还OK 然后这几个稍微有点满 堵在一起 所以还是可以再调节一下下 光线 氛围 氛围都表达挺好的 好 然后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两个可以往后深一点点 因为两个太接近了 太大了 大小太接近了 这个往下走一点 这个往上走一点 反正下面有点空 然后这筷子往左边放 那是左撇子 所以正常的情况 这样我们都把筷子往 右边来放 会比较合适 比较自然 那这样 这些同学就是冷不定的冒出来 很少很少的 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照片 然后 构图上问题不大 现在看这张照片 清洗很严重 这边这个点 跟脑骨这边这个点 连起来就是一个斜线 所以往左边倾倒 你们以后也会发生这个问题的 好 母亲同学就缺课缺比较多 所以很多小问题 都不想跟大家再强调了 自己再复习复习 那这位同学也是没有见过几次作业的 这边就一次 然后第一张图焦点模糊了 对餐具的选择也是完全明乱的 然后这些应该也是在外园吃的 所以 不管是摆啊 线条啊 线条还是可以处理的 可以 但是摆放啊之类的可能都会比较大的问题 但这样焦点也没有 这样也没有焦点啊 所以基本上跟你们心血缘是没有差异的 只剩过一次作业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一期讲评的作业啊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今天的内容有点多 所以也脱堂了 啊 所以 希望没有耽误到大家的休息 那大家有 其他的问题就可以提问啊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一次 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然后作业明天会 给大家布置 啊 视频的话 后天传的 因为我今天忘了带U盘 然后是星期 星期六 星期六上午就给大家传视频 对前面两节课 跟大家说实物可能还就 就是现在还不用完全拍食物 但是你们尽可能要拍食物 啊 尽可能拍食物 为什么呢 因为 哪怕你们不拍食物吧 我其实也就只会针对于 比如说第一节课 只会针对于你们的曝光来说 然后第二节课呢 也会指 肯定同性缘了嘛 肯定也会有 这个叫食物啊 饮料啊之类的 所以也 尽可能的会以同性缘 不同的机位 去拍摄 从第二节课开始都是会以食物 进行拍摄了第一节课的表 基础吧 所以后面我们都会 都是以 这个食物来作为讲解 合适的色温 对 就是你要多看 多看不同的照片 你会发现他们的色温 什么样的照片 适合什么样的色温 后面我们讲食物风格的时候 颜色的时候也会带到 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要多看 我没有感冒 有牛奶 有面包 那个图 不是 不是 我们说不要在 A B C D 是整个整体的正前方 而是要在 比如说你要拍面包 对吗 主体不是面包 那你就要在面包的正前方 而不是说你要在面包 又在牛奶 又在杯子 是整体的正前方 就是要在A的正前方 因为很多人觉得100mm的头就是 不方便 就是因为它 在同一个距离内 就是看到的物体特别的小 比如你俯拍吧 你可能就要搭梯子才能拍得到 所以如果不是专业拍食物的 我都没有说强烈推荐 百味 没有说必须要你拍百味 50的话就是它 空间感表现的还好 又看它又可以拍人物 又不需要那么麻烦 那上节课我们也讲了 如果我们你专门想把食物拍好 当然我们推荐百味 当然了 因为都上 有些老学 这个时候了 可能要求要高一点 有些同学不会做 就出去买 都是可以拍的 然后你们如果 先提前知道一下作业嘛 就按照我们今天的 几个机位 去拍摄 不同的食物 就是不同的机位都有涉及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下节课 交回来的作业 比如说你可以买甜品 你可以买包子 你可以买 像我们其实平时 大家看我们平时拍的 一些课程作业 都是我们超市买的呀 比如说 左边这个 就是 QD 对吧 那这个是学员带过来的 那左边就是QD 右边就是面粉嘛 有什么难的 几个碗面粉 这个蛋糕很多耶 吐司 然后买些草莓 对啊搭一搭 买些酸奶牛奶 买些饼干 对吧 然后 华夫饼 超市也有卖 然后大眼超市也有卖 对吧 草莓水果 蜂蜜 雪梨 不是都买的吗 然后 燕麦 酸奶 草莓 这个就是 台湾店里面的 然后 汉堡包 对吧 汉堡 去肯德基买个汉堡 买点薯条 买点啤酒回来 拿酸奶 放两个水果上去 对吧 去超市 买些面包回来 去买 去小外部买冰棒回来 这是买的 然后 雪梨 这个是超市带装的 带装的这个华夫饼 很简单吧 买个香蕉水果回来就好了 面粉 牛奶 对吧 很简单 嗯 那些什么 斑鸡皮 对吧 然后还有面包 吐司 饮料 去超市买几瓶有颜色的饮料 回来 加点冰块 买个柠檬 然后 这些 笋子 鸡蛋 对吧 然后 这些紫薯面条 或者是芹菜面条 包子 茶叶蛋 这些都超市买的 烧麦 冷冻烧麦 对吧 然后 螺丝粉 冷冻的那种 芹菜饺子啊之类的 大米 那个粉冲的咖啡 茶叶 梨 然后马卡龙 鹌鹑蛋 那这个就热开水 还有啥面包 这些面包 牛角包超级好买的 然后还有大一点的那种什么叫做 铜锣烧 还有那种超市冷冻的鱼 冰淇淋 阿喜 都可以 可以买得到的呀 对吧 然后 去买个包裹粥回来 也可以拍 去买个面回来 拌面回来自己拍 也可以的 然后月饼 吐司 超市卖的内容 嗯 混沌 对吧 还有干的米线 还有秋葵 这些都可以买得到的 不一定会自己做 所以 随便都可以找到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就会去一趟大超市 然后就是可能会拍的就完全买回来 就是加拿大家就是去超市 然后就可以买到很多可以拍摄的东西 但是你们还是 中秋还是要拍很多的照片 看很多的照片 好饿呀 然后你们平时上这个网站去搜一些食物的关键字 就会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照片 多看一点 哎怎么就被你们知道了 好饿 然后他有他有APP就是APP 然后就是你搜一些关键字就可以搜到 国外的网站会比较慢 所以你们就搜下来多看一些 然后多看 可以先模仿 对 但不要抄袭 就是你可以 但是现在我们 现在大家只是看图 因为还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标准 因为我们课还有很多 就重点的课还有四五节 所以 只有四五节之后你就可以审判那些 哎 你可以去看一看别人的照片是不是好的 现在你就先培养一个 食物造型的感觉 就是拍什么样的食物会好看 这个事情大家先去感受的 刚刚发了前面看前面聊天记录 就刚刚那个 然后你就多看一些什么照片好看就多拍 然后 多学一学怎么搭配 就模仿的食物造型来 就我们拍这些东西 还不是看国外东西多了 然后 去超市搞一搞搞一搞 就回来就可以练习了 所以 自己不会做也没关系 我们平时上课都不做的 哪有时间做啊 都是 只是 买回来就直接拍了 所以大家可以 多看看啊 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微信问我或者是问大悦 然后具体的很多事情 还是要多看一下我们的群公告 还有我们的群相册里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 好了 那我就去找吃的了 虽然说也没有吃 去冰箱看一看吧 好 好 好 按摩